现在伴手里也可以很精品 伴手里在花莲的高饼名产市场竞争相当激烈 为而让消费者有全新感受 全新的选择 位在花莲市中正路的喜欢采风烘培房 从店面到提袋都以Tiffany藍为主视觉 携手创业 亲历轻微的年轻三杰力 期盼将花东伴手里推向另外一个高度 来扩大市场 带动花东观光伴手里疫情后的 新买气 有别花莲高饼名产店坐落集中在 中华路和车站附近 位在花莲市中正路180号的喜欢采风烘培房 透过Tiffany藍的主视觉店面和提袋设计 让原本伴手里已进入战国时期的 花莲高饼伴手里市场 带入另一个精品伴手里的全新蓝海市场 我们的店我们设计就是想要就是以 舒服舒适跟走向精品为主 然后我们不想要就是在 在以一般传统米产店的格式跟局势来去装潢 这样子对 我们想要带给就是花莲乡亲跟各地来的亲朋好友 有另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我们店的主打商品是米香香 那我们主打米香香的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花莲就是产米的地方 对我们花东其实没有把米推出去 就是包括就是米制品这样子 然后我们想要就是跟在地的小农合作 或者是供应商合作这样子 就是把米推出去 一段异国之旅 让传承三代的高饼施加新世代的文誉 决定走向转型与创新 回到好上好水的花东 与妹妹文君弟弟辛亥 吸手打造花东第一家精品伴手礼店 希望采集花东美味食材 跳脱传统高频产业 自由精致化与精品化 创造新的口感 让消费者享受新的味蕾体验 主要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伴手礼跟名产 就是其实大家送到太多都是已经是重复 甚至是已经过时或是比较老旧的一些外包装什么的 那其实在现在的社会 或者是在我们年轻人的意识里面 其实会比较喜欢说 东西是推陈出新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藉由用花莲在地的名产 就是花莲在地的一些原物料 或是一些小农的合作 我们希望说能够推陈出新的产品 然后再去推广在花莲每一个的观光活动 然后给大家看到就是 它的包装是新颖的 东西吃起来是OK 而且是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追求养生 那希望说可以吃起来是舒服 比较舒适的 然后大家看的也比较就是开心 比较喜欢这样子 那送离出去 送出去人家看到之后会觉得 这是一个新的东西 而且它是由花莲带出来的 那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 这些东西它是由花莲在地的一些食材 或是跟一些小农做一些合作 去做推陈的这样 那接下来也还有在其他的产品一直在 就是还在创新 那我们还在尝试就是 想要做出一个独立性比较不一样 能够去推出花莲的观光 喜欢彩峰品牌创立目的 就是希望消费者在品尝产品时 能感受花冬好山好水好阳光 所孕育出的产品后 进而喜欢花冬 从素式沙奇马起家的家族 高饼事业打杀鸡业 推出米香香 口口酥 黑芝麻软糖 杏仁酥等 业者表示 喜欢彩峰是个爱吃的团队 最能了解吃所带来的喜悦与快乐 从花冬精品伴手里定位 吃美食 吃在地 吃当季 吃当令 不一定要成为花冬第一 但一定要能让消费者心中 将占有一席之地 记得讲帮演华联士报导